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是2023年6月2日 真是 扔起來才更加深切體會 姜那時 腳痛的時候要做手術 甚至醫生說他的腳很嚴重 即是深深再一次 其實我之前也試過 再一次體會姜濤那種痛苦 即是譬如我們自己做片 即是需要我們靠我們的資料搜集 然後用我的聲音去Present 出來 原來你處理不到聲音是很痛苦 你想支持姜濤 你想用聲音去支持姜濤都不行 所以這個真是一個大家要留意 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 好啦 今天呢 長話短說我怕一會兒 因為我吃了一些強力的感冒藥 我才再錄這段片 因為搞不定 還有很短時間 因為可能錄錄一下又開始不行 今天講的就是去網絡的指數 那網絡的指數呢 姜濤就再闖新高 比起上次報告呢 他無論在這個 這個 新有媒體報道姜濤的新聞呢 都上升了2%以上 那就相當之厲害了 那如果講個積分呢 姜濤今次這個網絡紅人這個熱度呢 都是香港No.1的 總共有157683則 在這個後 即是 跟這個第二位 第二位就是Anson Lo 他們相差4.27倍 4倍多 即是 有聽過都知道 即是說Anson Lo出一條新聞的話 姜濤就出4.2條新聞 即是4.2倍 很厲害 這個姜濤真的不能說了 所有人都關注他 所有人都報道他 那麼呢 如果他佔這個 總體上呢 已經超過51%了 即是說呢 基本上呢 香港100段娛樂新聞裏面呢 有51段的報道和討論呢 都是有關姜濤的 佔了51% 平均每一天呢 超過1752單的 這樣就相當之厲害了 那麼呢 傳統媒體呢 平均每天就80單 哇 相對相少 所以呢 傳統媒體和這個 網絡媒體的比例呢 已經是達到20.86%了 即是說呢 傳統媒體出一段新聞的話呢 網絡媒體呢 只是可以出 不是只可以出 網絡媒體是出20.8條新聞的 即是說是 如果在網絡上做宣傳 是比傳統媒體多出20多倍 相當之厲害 那這個就是那個 Point了 那我們看看 那為什麼姜濤 今次會逐步上升呢 那個升幅 那看回那個數據圖 那他那些 Point就沒得說了 那最近的那個升幅呢 就是5月29號 5月29號呢 是說什麼呢 說DOMMY出 DOMMY一出 平均那天呢 超過4000則 無論傳統媒體 或網絡媒體的新聞呢 都是有關DOMMY的 這樣就沒得說了 DOMMY一推出的時候 大家引頸以待了那麼久 整年多又多了 所以呢 大家 無論論壇也好 新聞也好 這個 不同的網絡也好 都會說 姜濤這段新聞 所以當日呢 他那個也有4000則 接近 又來了 我不是說姜濤那些歌手 是我的雙峰那些象徵有來 即是一做出面子 就是這樣 那我快點 先報告數字 那第二個 升得最高呢 當然是說 他之前的大馬演唱會 大馬演唱會 他那個升風 都接近每日4000條 都傷得很厲害 那麼呢 頭10位那個 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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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熱度指數呢 姜濤就是No.1 第二就是Anson Lo 第三 柳應廷 這樣 他就佔了整個比率呢 佔了整個比率呢 就是超過51% 如果在網絡媒體和舊友媒體 裡面的比率 佔了差成20倍 那當然是網絡媒體優先 而姜濤和第二名的Anson Lo 是相差比率佔了4.2% 這樣就相當之厲害了 其實就沒得說了 以現在姜濤在IG出的Story 或者在不同的網絡 或者媒體出移的次數呢 一定應該是最高 全香港是最多最高的人 所以呢 大家要記住了 當有很多一些所謂 那些Youtuber 或者是說 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叫做傳統媒體 在抹黑 嘲笑 姜濤 什麼不行啊 那樣不行啊 這陣子又嘲笑他 那時候呢 你就要拿這些數字告訴你 那現在 哪個最紅呢 哪個最高人討論呢 就是姜濤 雖然呢 這個report裡面呢 它是一個很中立的 就是說那些報導 或者討論呢 正面負面的討論的次數 或者是報導的次數呢 它都列入為一次的 就是說 當中這15萬多的側的報告呢 是說著呢 好和不好呢 都分別會講姜濤的東西的 都會列入其中的 那所以呢 如果 如果作為一個 我們可以幫到姜濤 賣新聞也好 或者是 賣廣告也好 那這些廣告的點擊呢 就很重要了 對不對 就是說 基本上呢 你 你 投資在姜濤的身上 是比你投資在第二位的 是多出了四倍的 就是說 你如果 頭一二位的廣告費 都是要收取五十萬的話呢 那 你給五十萬 給姜濤賣一個廣告 還有給五十萬 賣給第二位的廣告 如果同樣是五十萬的話呢 姜濤可以為你帶來的宣傳效應 是多四倍又多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廣告商 或者廣告客戶那時候 真的要找一個 人去幫你去買廣告的話呢 姜濤絕對是一個最好的人 這個也是這個 這樣的 數據告訴我們 知道的事實 OK 就是這樣了 好辛苦 這樣吧 那我把report的力量說一次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姜濤 那我也要休息一會兒 因為我吃了一些藥 可能有一刻是搞得好 但是當我一做片 又開始不行了 那不要緊 大家繼續支持我短片 好 拜拜 明天再見